同学们好,我们下面开始了这个审计的第21章 叫做会计式事务所业务质量管理 那这一章呢,跟前20章又不一样 我们在20章的时候说过,前19章与第20章不一样 是因为前19章是财报审计 第20章是内库审计,所以它们当然不一样 但是前20章,包括前19章在内 它不管怎么说都是讲审计 讲的是审计 第21章就不是讲审计了 成了事务所的质量管理了 事务所的什么质量管理?业务质量管理 什么业务?所有的业务 并不止审计业务 当然考试的时候考的都是审计业务的质量管理 但是我们学的这个第21章它是来自我们的准则 这个准则说的不只是审计的事 所以大家可能还有个小任务 就是说它讲的是针对所有业务的 咱们心里可能更多的想的是审计业务 好,这个质量管理在任何行业里面 我们都知道有句口号 你不管它是不是落到实处 都说质量是生命 真的是这样 在布设行业里面 那你这个管理层 企业自己不讲究这句话 那客户就会讲究这句话 他要认定你的质量不好的话 以后不会给你打交道的 这就跟我们在网上买东西一样 在某个商家买什么东西 买了牛奶也好 是什么也好 是产品品 有一次感觉到不满意 大概一年两年里面 不会再点你这个商家的 就会找一个新的商家 那还不是因为质量的问题 对吧 因为价格是写在明面上的 所以不选你不是价格问题 而是质量问题 所以你不把质量当生命 那顾客会把质量当生命 所以质量真的是生命 只不过有些行业垄断 好不好的反比皇帝的女儿不仇价 好不好就那样了 对吧 但是正常情况下 质量真的是生命 尤其在我们诸质会计师 这个行业里面 那可不是说天下 就你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你不审他就怎么怎么样的 那多的是事务所 竞争这么激烈 对吧 所以质量真的是生命 而且我们是不是说事务所层面认识到这个 是我们的行业整体认识到质量是生命 所以这个虽然说只有这一章讲质量 但是从级别上 层级上 或者说属于点从辈分上讲 他给你前二十章是平起平坐的 你呢是做业务的 我是做质量的 对吧 是一样的 所以地位非常高 所以这一章咱们这么说 他就没有停止考过简大题 一直在考 当然只有前年 对吧 他因为教材要改 老的质量 原来叫质量控制准则 现在叫质量管理体系 对吧 老的那个准则要 作废了 新的准则要实施了 你说再考一个 再给大家拿简大题 考到老的准则就不合适了吧 所以停考了一年减大 但是并没有停考分值 那个选择题考的还是很厉害的 选择题就可以选一些新旧准则都一样的 并没有改动的地方 对吧 那好 那21年就又恢复了考简大 所以在我讲审计的245年时间里边 1997年开始到现在 就没有停过跟你讲 只有咱们说20年 用选择题代替过一次简大题 所以非常厉害 哪套卷子都得有简大题 都得有这个简大题 所以考得很厉害 但是这张难不难呢 这张并不难 因为我们学过了财报审计 以及内控审计 我们学了审计的部分 那个地方是真有难度的 过了审计 在后边没有什么难的 跟你讲 当然职业道德又会难一些 因为它太生活化了 这就跟这个大家平时 老说那么一句话 说是学授学的人 学什么都容易 对了 因为那授学 你就不知道有多残酷 多枯燥多难 对吧 过了那一关 那再看别的书 确实是容易啊 这是真的 是吧 好了 我们学了审计 再看别的章 也是比较容易的 不管怎么说 这一章是比较容易的 这一章属于管理 并不属于做业务 但是你要说 如果中理科的读 中的太深的话 那这个管理学科 你也可能不适应 你那地方 什么地方都是 特别严格的 要有逻辑关系的 要有 这个环环紧扣的 私私入扣的 当然这个地方 它不是那回事了 对吧 它是搞管理的 它可能灵活性高一些 对吧 职业判断多一些 所以你可能要适应一下 真的要适应一下 好 言归正传 我们看看三年考清 19到21年 五套试卷 考到20处 那么 每套试卷的话 应该说考4处 那应当是6处呀 不 简答题嘛 除了职业道德 简答题 每个简答题是 6个试项 这到现在为止 包括到21年 它都是6个试项 6分6个试项 它真的是 题量也大 也难 其他的 每套试卷的 其他五个简答题 那可都是五个试项 不是六个试项 所以这个 应当说是 每套试卷 它是四个试项 哎 那每个简答题 好像都丢了 一个试项 的确这样 因为它比较容易 考不了太难的 而且有些地方 跟前面有所重复 比方说 你说你这个 质量管理里面 一个重要手段 是工作 底稿 复合 哎 我们知道18章 是有工作 底稿 复合的 对吧 那你在这地方 谈工作 底稿 复合 你谈的 你说是质量 管理方面的事 但实际上你的 工作底稿 复合 没有18章 讲的戏 所以往往就把 那个分 就算到 那个地方去了 算到 那个地方去了 有的时候 跟审计 报告相关内容 也可能出现在 这个题里面 所以它是相当于 实实在在 每个简答题里面 有四个试项 少了一个试项 那个试项 是别的长 就它比较弱一些 但基本上 我们都可以说 每套卷子 一个简答题 一直这么考过来的 好 累计分值 25.8分 卷均5.2 这个 那要两套卷子算 按我们过去几年的算法 两套卷子就10点多了 那只要上10分 绝对是 大块头的 关键章 对吧 所以分值不仅高 而且稳定的高 就没有低过 所以属于重要章 那么 现在的教材 是三节 三节 这三节里边 分值的分布怎么样 一二三节 分值分别为 18.2 5.6和2 那么占比的话呢 第一节占分值的 70% 第二节 占22% 第三节占8% 所以可见 第一节第二节 应当是重点 这两节拿下来 就92%的范围了 当然8% 我们作为学习 也不能放弃啊 你说你老这么说 第三节不怎么考 今年就在第三节里边 多考几个题 怎么样 犯法吗 没有内容吗 有啊 有的是内容啊 对吧 实际上第一节 主要讲这个质量管理 第二节讲项目质量复合 第三节讲 是审计的项目的质量管理 所以按道理说 审计项目质量管理 那应当说 比前边更接近我们的前二十章了 比这个第一节第二节 更接近前二十章了 但问题是 实质的可操作的 细化的内容 都在前两节讲了 到第三节 基本上没什么内容了 实际上啊 那除非是赌气 你说我第三节不考 我就考 那当然可以考不少东西 对吧 所以这不能放弃的啊 我们心里有个数 对吧 这个选择起呢 这样的九分 这实际上就是 2020年考的九分 其他也是没考过的 可以说啊 简答题占 65% 16.8分 我认为你就按简答题对待 对吧 就可以了 简答题对待肯定比选择题要难一些 简答题要说理由的嘛 对吧 那个话说的不对的 还要扣分的嘛 选择题不需要说理由嘛 只要有个结果嘛 是吧 所以你还能按照简答题 万一还要考选择 那也足够了 是吧 好 具体的三年的这个具体考的内容 我们看啊 2021年基本上都是第一节 你看这几个点 对吧 差不多都第一节 然后当然也有第二节的啊 有一分 对吧 虽然说改了 但这考的内容啊 那个点啊 那个知识点啊 其实并没有变 你比如说业绩评价全所统一 因为要求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全所统一的 这说是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考了 一直是个老话题 说实话啊 那么还有像关键审计合伙人 轮换啊 这当然也是从来也都是重点啊 那些真是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那还有关于对质量的责任啊 是项目合伙人承担责任呢 还是项目质量复合人承担责任啊 等等 一直在一直在考啊 另外还有质量检查人员 质量复合协助人员 他们的资格问题啊 这涉及到一个 比如说客观性了等等 也是一个老话题可以说啊 20年呢 当然我说过这个过渡啊 那个那么一年已经说过了 不重复了 他考的是选择题 那么有业绩考核收益分配 这是个老话题 事务所呢 这个人员的晋升 加薪诸如此类的 就是人的具体的那个利益 你可以考虑业绩 但是不能把业绩 比如尤其给事务所 创作多少收入等等啊 这个业务收入 把这东西作为第一 作为首要的 那是不允许的 因为这个晋升 加薪等 首要条件是质量 不是不让你考虑 其他的业绩 是你不能把它放到第一位 大家一听这个话题 就知道 这太切合时机了 那事务所呢 就是奖励谁 就奖励能赚钱的人 能够拉来业务拉来客户的人 是不是 但是你可以考虑 你可以因此 给予适当奖励 但是你不能把它放到第一位 而且你不能拿这个东西 直接给奖金挂钩 说这个你发展一个客户 每年收入可能百分之一 作为你的奖金 这就错了 那这是不可以的 这个 这是始终在考的 因为从雇到今 人们都在乎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从古到今 也有点太大了吧 但是历来都是考的重点 咨询的话 这倒是有点变化 过去是把咨询考的很厉害 现在改了以后 这个准则 对咨询比较淡化 比较淡化 你说他没有咨询 还是有的 但是呢 不是一个专门的部分 大谈特谈了 我印象里面 那第三节 可能这个咨询呢 目前呢 写的是 算是最多的 相对第一节来说 想写的是最多的 但是他也比不上 过去的那个咨询 过去的咨询考的厉害 多选上节里面 有质量管理体系的要素 这是基本的东西 这基本上就算送奔的 实际上 当然过去的要素 跟现在的要素 很不一样 对吧 但是要素始终是爱考的 另外一点 关于发展客户 和承接业务 这个要看客户诚信不诚信 自己具备不具备 承接这个客户的 某些业务的那些 专业顺利能力啦 时间啦 人员啦 等等这些资源 对吧 另外 关于项目质量负荷人的 客观性 一直在考 一直在考 这客观性还不像独立性 独立是相对于 备审单位来说的 这客观性 应该说 当然你这项目 事务所的人都要跟 备审单位独立 这个项目质量负荷人 肯定也要独立 关键这客观性 指的不是独立 它指的是 对吧 你跟项目组成员之间 也要 说独立不合适 也没有什么瓜葛 那不能说这个项目 去年就是 我做项目合伙人的 今年我退下来 不做项目合伙人 我做质量复合行不行 不可以的 否则你就不客观了 因为事情总是有些延续性 对吧 刚刚做了项目合伙人 第二年就做项目质量 复合人员 可能会复合到 跟自己工作相关的内容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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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吧 中国庞大 阵仗唬人可以说 有体系的要素 有权所统一 有什么领导的三种角色 什么业绩分配 独立性的书面确认 这些我们从最近三年的 刚才看的考点里面都有了 还有发展客户接受业务 基本上都有了 第一节 必须是这种点 他一节占考分就70% 这其中高频的考点 有晋升业绩评价 收益分配 这涉及到每个人的核心利益 最触动 敏感神经的就是这东西 80%的考评 说明我们的考试是非常 接地气的 还有一个监控整改 质量管理体系 有些时候有些不遵循的情况 该惩罚惩罚 有些制度该改的要改 那么怎么发现下面的 我们这些项目合伙人也好 质量复合人也好 是不是遵循我们的 业务质量管理的相关准则 那得有人去监控 这个我们应该是好接受了 因为在彩报审计里边 也有过这个事 对吧 内部控制了五大要素 最后一个就是对控制的监督 就是你只颁布制度 你不检查它的落实情况 如果不遵循得不到惩罚 那你这个制度就流入形式 所以对质量管理方面来说 也一样是这样 也得有监控整改的问题 那么几年一个周期 一般三年一个周期等等 这是非常爱考的 可以说 第二节考评低了 考点也少了 它讲的是项目质量复合的事情 第二节本来就是项目质量复合 项目质量复合 大家可比较小看 它可是一度辉煌吧 比如在2016年前后 或者再往前一点 2016这些年份 一个简答题当时都是六个事项 现在变成五个了 除了职业道德以外都是五个了 当时一个简答题六个事项 应当说有可能会有四个事项 是跟项目质量复合相关的 所以尽管当时六节 项目质量复合只是当年的其中一个部分 但它占了整张的可能 百分之六十八十的分值 所以一度辉煌 是项目质量管理里面的关键的一个环节 现在的话也受死的恶 比马大 为什么这一节的频率就下来了 因为第一节也在讲项目质量复合 第三节也在讲项目质量复合 不过都没有第二节讲的系统 但是第二节有些内容 在第一节也讲过了 所以看统计分子的时候 有时就放到第一节去了 可能是 好 这个其他几个考点呢 摆在那儿了 项目质量控制复合的程序 它是有的 过去可能三个程序 现在可能七个程序呢 还是有的 只是还没考到 你可别觉得它考的少 我觉得第二节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些杂题 杂题杂八的 现在教材可能跟它不太一致了 可能是 还有一些复合的记录等等 第三节的话 目前来说 就考了一个咨询 咨询 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 第三节的内容 在前两节都讲过了 所以统计分子的时候 都放到前两节里面去了 如果都照顾第三节 第三节恐怕也不是20%的频率 好 这是大概的考试情况 教材变化吗 今年没有突出的变化 有些小的变化 以前是只有一个原则 没有细化的 今年把它细化为几条了 这说明我们的审计 包括我们的准则 质量准则 跟社会一样 都是逐渐往前走的 对吧 以前怎么怎么做就可以 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要细分了等等 对吧 这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所以从审计 也能感受到 咱们社会的整体在进步 对吧 好了 框架呢 就不用多说了 第一节是全面的讲 它的标题叫做 会计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 事务所的质量管理体系 把会计事务所几个字 放到上面去 应当是有至少 应当有两层含义 第一 质量管理体系是事务所的事 事务所在制定 下面的人在执行 第二 质量管理体系的范围 是针对事务所的所有的业务 因为它是事务所的质量管理体系 并不是针对审计业务 所以 事务所曾经制定本所的 一些质量管理政策程序 当然准则的话 它是国家层面指令 事务所要量身定做 量身打造 改一改 对吧 那么质量管理体系里面的核心内容 就是项目质量复合 所以 现在单拿出一节来 这一节我说 潜力巨大 它是关键 可以这么说 关键 最后呢 是 把这个质量管理也好 项目质量复合也好 最后呢 又回到财报审计 你看一听这个好像我们很亲切啊 但实际上考的 那些跟财报审计 质量管理相关内容 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都有 所以到第三节的时候 其实没什么事了 但是三节我们都要管一管 另外要强调 现在是叫质量管理 过去叫质量控制 20年还叫质量控制 21年开始到现在 叫质量管理 质量控制呢 应当说 从名词上说 它更加强调于某一方面 就这个质量是由你来控制的 是能够控制的质量都是比较精准的 要跟你说 但实际上我们审计也好 我们搜索的业务也好 要跟客户打交道 那你想如果客户呢 不配合 你这边累死了 这样也上不去 所以他要大家一起 息心协力 所以要有一个协调 配合的问题 那就变成了管理 而不是控制了 对吧 控制的话 就我这参数一设定 下面的产品的场度也好 什么也好 它就随时定了 那是能控制的 对吧 管理是涉及的多方面 所以现在改为质量管理 应当更加符合实际 好 这个这一章的开场白呢 就算到这了 那下面就第一节 会计时事务所 质量管理体系 这个改头换面 以前叫质量控制准则 现在叫质量管理 而且呢 叫体系 那就说他的架构 比较复杂了呗 是不是 更多了呗 以前就那么两三个 所以你就要有个准则 现在是一大堆 等于这个一大堆 那个一大堆 协调配合 所以叫体系 阵容庞大了 都是社会在进步 可以说 好 下面我们进入21章的第一节 也是本章的重点 会计时事务所 质量管理体系 它是一种全面的介绍 这个本节主要探讨的是 会计时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的目标 总体要求组成要素 以及事务所对质量管理体系的评价和记录 好 那么这里边提到了目标 总体要求组成要素 关于这个评价以及记录 那么我们根据具体内容 制作了一个框架结构图 这是目标 总体要求 这是要素 这是评价 这是记录 看起来好像是五个方面 但是核心内容 是体系的要素 本章本来就在介绍质量管理体系 引起第一节 标题就是体系 所以体系的内容 才是这一节的核心 看起来也有目标框架了 评价了 记录了 这些只是辈分高 层次高 真正有内容的是体系要素 当然 在总体要求这个部分 也有很多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重点 重中之重 我用深绿色的字体 给大家标注了一下 叫体系的总体要求 这个还有要素里边的 治理层和领导层 什么三种角色 还有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说关于独立性的书面 确认罕那诸如此类的 更包括业务执行 因为业务执行里面有项目质量复合的问题 最后还有监控和整改 这些呢 都是历来考试的重中之重 当然也不是说其他就不重要 我们只是说这是重中之重 所以本节听起来一共12个大的部分 但是核心的内容 主要是深绿色的部分 其他作为第二阶梯吧 可以说 另外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结构呢 是核心是体系要素 在此之前做一些全面的铺垫 最后呢就做个收尾 这个应当说是比较全面的介绍 实际上 好 那就先看它的目标和框架 其实目标框架呢 上面已经展示出来了 第一层次是质量管理体系的目标 目标这个内容 吸引老教材其实没区别 大概都这两句话 质量管理体系是事务所 为实施质量管理而设计 实施和运行的一个系统 那么请标是在以下两个方面 提供合理保证 两个方面 另外也是合理保证 第一 我把它概括为依规职业 第二 我把它概括为恰当报告 那么第一点 依规职业说什么呢 说会计事务所及其人员 按照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职业准则的规定 履行职责 并根据这些规定 执行业务 所以这个履行职责 执行业务 依规职业 叫做 什么规定 当然有法律法规 也有职业准则 这个职业准则 当然包括 比如我们的审计准则 对吧 包括职业道德守则 另外我们知道 尤其像采报审计这个业务来说 非常典型性的 代表了我们事务所的绝大部分业务 他应当说 最后就要提交个报告的 这报告是报告使用者 能够亲自 看得见的 或者能够直接享用的 直接利用的 唯一的你的信息 所以报告把关非常重要 一份业务完了以后 提交的报告 犹如我们学了审计 学了一年 提交的那个试卷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当然 这个管理体系的目标里边 得把它列上 对吧 事务所和项目合伙人 出具适合具体情况的业务报告 那么注意 关于出具报告 那是项目合伙人的责任 当然要盖事务所的章 对吧 而执行 这个执行过程中呢 是事务所集齐人员 包括助理人员 所以这就不光是个项目合伙人 所以执行的话 涉及到大家 但是关于报告 主要是合伙人的事 对吧 所以这样可以体会一下 合伙人为什么 人家收入高赚钱多 对吧 他的责任重大呀 你别忘了 是不是 好 第二个层次是质量管理体系的框架 它的框架 框架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八个方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框图 就是这八个方面 三到十 这八个方面 好 这框架呢 根据我的体会 它可能比如说 要考选择体的话 可能非常爱考这种框架 就是简答题里面 未必不可以考 对吧 他说几个 那么他说要素就全了 就不需要考虑别的 那就错了 你只说还有别的要素 是不是 所以重要的是 你得记住有哪些要素 这个八个要素 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的框架 包括八个要素 八个要素怎么记 那就涉及到一个记忆的问题 记忆其实也是一门学科 有一门科就叫素记 对吧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 特别感兴趣素记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背东西 这个背东西的速度 在班里面从来都是第一位的 在文革期间 我们没有教材 老师在黑板上挑 可能会抄一个散文 让大家背 因为没有教材 基本上是大家往笔记本上抄 基本上是抄完了 我就背过了 所以老师刚写完 我举手第一个背 好汉不提当年勇 所以我对记忆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还学了一些素记 素记其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包括一些谐音 一些逻辑 就是你怎么拿手怎么记 我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推荐那种素记的那种办法 就是你从里头挑一些关键词汇 这些词汇让你好记 比较朗朗上口 或者比较幽默 总之能让你好记 然后关键的问题是 不是记住这几个字 是通过这几个字 你要能够反反复复 能够回到原来的那些要素上去 这个多练习 我对这八个要素呢 就是提领出来的字 就是风评置领 道德护 执行资源 信息序 这都是什么话呢 那这几句话当然也要下功夫背 这两句话 背这八个要素更不可能了 好 这个第一个要素呢 就是会计是事务所的风险评估程序 就是说事务所管理质量 也要有风险意识 哪些方面可能导致 审计质量达不到要求 哪些方面可能属于质量方面的风险 你得一一列出来 然后出现情况 怎么预防它 对吧 所以质量管理方面 要体现风险意识 要有风险评估程序 另外呢 这个关于质量管理方面 治理层和领导层得重视 对吧 叫风险治理 就治理层领导层得重视 治理层领导层不重视 这事儿就落不到实处 还有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那个有些 质量管理方面的问题 跟职业道德有关 比方说心疏不正的人 或者说有利益瓜葛的人 对吧 那么不要参与这个业务 因为他有自己的利益 他跟贝神单位有瓜葛 他参与审计 对吧 那有些错报 他可能就有意加以掩饰 这质量哪上得去啊 对吧 这个行行业业都是这样的 很多行业都禁止 某些特定的人员加入 对吧 比如说有案底的等等的 你想录工务员了 那什么考这个或者参军 那种一些要害部门 对吧 那不大可能啊 就不可能让你参与 像这个飞行员了等等 对吧 如果有怨气 或者有些什么什么 这个心态不平的 或者等等吧 有他特定的一些方面要求吧 那不可能让你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这个行业啊 虽然不是交通工具 对吧 但也是相当 那个影响可能比一个飞机失事的影响 要大得多个影响啊 因为它涉及了很多很多利益相关方 那么还有客户关系和具体业务的接受和保持 这是从筛选客户这方面来管理质量啊 就是我们一再说 质量是涉及的方方面面 需要大家齐心协力 协调配合质量才上不去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老让朱磊坏也是在这 一个巴掌在那轮 他拍不响 这个客户或者业务等等 包括客户的内裤 都要协调配合 才能出来好的职业质量 所以一些不好的客户 不诚信的客户 不配合的客户 干脆不接触他的业务 因为这种客户再累 你的质量也无法保证 另外质量都是执行业务过程中 质量基础 是执行业务过程中打好的 质量是执行出来的 不是坐在那夸夸其谈弹出来的 所以在业务执行过程中 如何把保证质量这个目标 落到每一个行为上 对吧 当然还有资源 就是质量要好 比方你得有时间 你得有相应的专业技能 对吧 一般来说事务所的资源 首先考虑就是能力 就是人才 还有呢 时间 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的 另外还有信息与沟通 这个质量方面的信息沟通 及时的沟通 当然对发现质量 改进质量 发现质量问题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最后还有监控整改 质量管理体系里面有些规定 因为事务所的规模变了 或者客户的这个规模等等吧 或者是行业的规范等等 有所变化 总之原来的一些制度呢 可能就不适用于新的情况 那该改的就得改 但是在我美改制度之前 你得遵循 你这个遵循情况 得到监控 对吧 主要这几个方面 我们认为呢 我个人认为呢 想的还是非常全面的 这个多学一些 类似这样的知识点 对于我们做企业管理 或者处理其他的事情 你的脑子里面 大概都会有个股价 都会有个框架 才能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有些人想一下问题 想到半天都 都是一些皮毛 本质在哪里 对吧 我觉得这个呢 还是比较接地气的 对我们考试来说 回来 又是你得记住有哪些 还是我编了两句顺口溜 你要觉得它不好 你就自己编 我只是抛砖引玉 而且是一块破砖 老砖 大家有新砖 好砖 有玉 你就尽快拿出来用 好 下面是过去考过的一个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 要素的有 那看看 有没有资源 有控制环境吗 没有控制环境 有没有相关职业道德要求 有 有没有监控整改程序 有 所以那选项就BCD 所以你记住 对吧 那个要素了 这个两分真是如囊中取目一般容易 你讲 好 第二个部分 质量管理体系的总体要求 待会进到质量管理体系的要素中一个一个来 就是那八项 一个个来 也就是我们的第三到十这八个部分 我们一个个讲 但是在讲具体要素内容之前 首先有个总体要求 这个总体要求不是不痛不痒的 还是比较重要的 可以说 从过去 这个一二十年来看 有些地方考的还是很厉害的 你想这个 全所统一 这个总体要求 可以说十几年前就开始考上 而且这个可能还是出乎意料的一种 一种规定 还有一个量身定制 这两个应该是更为重要 至于 当然所有的体系都要不断的 优化完善 因为地球是在不停的转的 社会是在不停的变的 对吧 所以你没有一成不变的一些规定 对吧 那么风险导向呢 是改了以后 我们现在的教材就21年改的 对吧 改了以后呢 首次纳入了风险导向 原来在质量控制 并没有提过风险导向 这是我们执行 见证业务时有风险导向 质量管理方面 还真以前没说过风险导向 现在把它引进来了 那我想也得要注意 对吧 好 首先是 关于质量管理体系 要在选所范围内 统一设计 统一实施 统一运行 这就说明 你不允许你 说你在社务所有好多封锁 各封锁 根据各封锁的情况 设计一下 适用本封锁的 质量管理体系 或者质量政策程序 等等 不可以的 选所范围内 统一 包括选派一个质量复合的人员 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要在选所范围内选 而不是只在你这个分锁范围内选 那大家听到这儿就明白了 在选所范围内选一个 更适合这个 比方说我们叫做 质量管理复合 或者项目质量复合的 这么一个人的话 那在选所范围内选的 和在某一个局部选的 毫无疑问 前者 你当选的更优秀 因为范围越大 你选的人才越优秀 毫无疑问 对吧 这里面包括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包括这个业绩评价啦 讲诚啦 晋升啦 等等 全所范围内 不过说我这个所 揭露一个什么什么业务 我在我这个所里边 这个这个 什么什么最好 所以 我就拿头东奖 要在全所范围内 不能只考虑你这一个 更不能考虑一个项目 这样你就会听到 说我拉了一个业务 这业务输入的1% 给我作为奖金 不可以要在全所范围内 知道吧 不是 省得你这个 这个不能叫拉帮结派吧 省得这个目光 局限太大 对吧 这个 或者说衡量质量的话 在这个局部已经可以了 不过 放在全所范围内衡量 应当说要求更大 更强 所以事务所应当在全所范围内 包括 包括特别的包括分锁或者分布 这是准则里边加的括号 不是我加的 我要加的 我会把它涂成绿颜色 包括所有的分锁分布 要统一设计 统一实施 统一运行质量管理体系 实现呢 这个 人财 人事 财务 业务 技术标准 和信息管理 这方面的统一 五个方面的统一 哪五个方面 这也可以是简单体的一句话呀 对吧 本来是五个方面 他可能写了四个方面 那不就错了吗 你得记住这个东西 所以你不光 总体上理解了它的内容 而且你细节让你记住 这考试要求 和我们看书的感觉不一样 就在于 你只是大概的理解了 考试考得很细 好 这个特别说 如果事务所通过合并 新设等方式成立 分锁或者分布 那么应当将该分锁分布 纳入质量管理体系 统一来实施质量管理 所以不能说 你在你这个锁里边 怎么怎么样 你要在全锁里边才行的 包括晋升 对吧 你在你锁里边 可能是质量是第一的 或者这个能力是第一的 但是 整个的锁 可能分锁 可能有20个分锁 对吧 你在别的锁里边 可能也就是靠下的 那你升不上去 这样的话 就是质量方面 相当于要求的范围更广 要求这个更大的范围 你争先 所以这是个严格的要求 也是个积极的要求 第二点叫风险导向的思路 我说这是新 推进了一股新风 可以说 按照风险导向思路 事务所应当采取以下三个步骤 说的很具体 首先针对质量管理体系 各个要素设定目标 其实就是识别隐患 是吧 例如事务所领导层 通过实际行动 展示去对质量的重视 在全所范围内形成一种 质量至上的示范效应 方方面面设定目标 跟质量有关的 一项一项都提出来 然后一项一项都达到 那么提出这些目标 其实就是风险评估 那些是必不可少的 很重要的 这个点不满足 那质量上不去 好了 把这点就设计目标 然后下面有程序支持 这个目标的实现 另外识别和评估质量风险 就相对实现那些目标来说 哪些方面可能不利用格的实现 把它列出来 这叫风险要素 然后设计和采取应对措施 以应对这样的风险 实际上风险导向 就是让你有一个忧患意识 让你有一个提前量 提前想到 说实在话 在别的行业里面 只是没有这么一个名词而已 但实际上这个思路 在很多行业里面都有 比如我们有一句谚语 叫做早知三天事 复归五百年 有人叫做早知三天事 胜过诸葛亮 干嘛把这早知三天事 那么高 又是复归五百年五千年的 又是比诸葛亮还厉害了 干嘛这么夸他呢 因为早知三天事 就是让你提前想 想到后面有预防 对吧 这不都是风险意识 第三点说 根据本所实际需要量身定制 这个不是一共四个方面 总体要求 第三点量身定制 第一统一要求 第三是量身定制 啥意思啊 就是结合本所情况 这里边还很有意思的 我们注意看一下 就是说你事务所 既不一当机械地执行 质量管理准则 因为质量管理准则 是面向整个行业 面向全行业制定 所以很多地方都是原则性的 对吧 并不见得适合你那个所的情况 所以你要量身定制 也不一旦盲目的照朝照办 其他事务所的政策 就要结合你本所情况 上面有原则 别的所有别的所的情况 你呢 根据统一的原则 原则问题上不能含糊 根据统一要求的原则 结合本所情况 来制定适合本所的 因为一个所一个所的 人员的能力 素质 构成 或者客户的 所属的行业的内容 都有所不同 适应的法规也不同 所以要给你一个余地 要给你一个自由采量的空间 让你能结合本所情况 对吧 但是注意 量身定制 让你结合本所情况 制定适应本所的 质量供应政策程序 是什么呢 是有界限的 所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质量管理体系框架的要素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调整的范围 仅限于 更改要素的名称 把某个要素进行分拆 或者把某些要素进行合并 但是你不可以增加 你不可以减少 内容上不可以增加 不可以减少 对吧 你可以把名称改一改 听起来更像本所的 更让人能够 结合实际情况应用 也可以合并 也可以分拆 但是你不能有实质性增添 所以这个量身定做 跟我们审计部分 一直在说的 职业判断是一样 让你看着办 不是让你说了算 是让你看着我的要素 我的框架办 对吧 另外当然要不断的优化完善 这就不用多解释 哪个行业不需要优化完善呢 对吧 哪一个行业 哪一条规定是一成不变的呢 对吧 公开都不是的 好 我们下面看一个真题 说2020年1月 DF事务所和XYZ事务所合并 成立了一个ABC事务所 相关设想录下 俩所合并 前面也提到了 那原DF事务所 原XYZ两家事务所的质量管理体系 存在差异 对 因为要量身定做 当然会存在一些差异 那ABC事务所 你逐步进行整合 逐步整合 那合并了以后 合着这一个所 有两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还有一点不同 是不是 那不是要求全所统一管理吗 对吧 他打算逐步整合 确保两年后建立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 哦 原来你的全所统一 是两年后才统一 全所统一 是没有时间过渡的 在一个事务所 时时刻刻全所统一 你当然有你特殊的原因 你说我合并了 我两年以后全所统一 不可以的 没有做到全所统一 质量管理体系没有整合好的话 不要合并 但是 凡是合并了 那说明你的工作 全所统一的工作已经做完 做不完是不能合并的 而不是合并了 会慢慢做 这没有一个时间过渡 跟你讲 所以错了 答案不恰当 说是 收入所应当制定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 对吧 或者说两年的ABC收入所 这个没有使用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 这不符合质量管理体系的 这个准则的要求 一些规定 好 第三部分 本节有共12个部分 这是第三部分 会计是事务所的风险评估程序 要有风险意识 要有优化意识 要有提前量 对吧 尽量的多知几天事 那么按照风险导向的思路 事务所应当设定质量目标 识别和评估质量风险 应对质量风险 对了 就那三条 对吧 那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看第一层次 识别和评估质量风险 并采取应对措施 我把它概括为知己知彼 动态调整 识别和评估 对吧 就要知道自己的能力 知道对方的需求 知道那个业务的特点 你这本事能不能拦那个活 所以双方 你要了解两个方面 都要了解 在事务所在识别和评估质量风险的时候 应当了解 可能对实现质量目标 产生不利影响的事项或情况 就提前想到 包括相关人员的作为或不作为 这就是新说法 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是没有这个说法的 也特别注意 新增的一定要注意 新增的应当在增之前 在准则委员会范围内 可能是争论了不少不少次 有的人认为应当这样说 有的人认为应当那样说等等 是争论了很多年 所以每句话 准则里面每增加的一句话 哪怕改了一个词 都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的 在考试能不考吗 所以心中的爱考 当然是了 对吧 这些让你这个了解 可能那些事项或情况 可能影响质量的事项情况 就是让你提前量 提前想 那这些情况是要包括哪些呢 包括第一点 会计是事务所的性质和具体情况 就是自己 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 还是六两 自己电量电量 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直接了解自己的两把刷子 这里边包括第一点 事务所的复杂程度和经营特征 是干什么业务的 对吧 有哪些机构 哪些层级 对吧 第二点 事务所 它在战略和运营方面的决策行动 业务流程 及业务模式 这个办事归程 有些事情能不能很快的得到反应 对吧 还有 事务所领导层的特征和管理风格 重视不重视质量 以及 其事务所的资源 包括其拥有的内部资源和获得的外部资源 包括聘性专家 内部的专家等等 都是这些资源 还有法律法规职业准则的规定 在哪些方面 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或者你是达不到的 还有 事务所的运营所处的环境 就适用的法律法规 特殊要求等等 还有第七点 快适事务所所在的网络 向其成员组织统一提出的要求 或者统一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范围 整个所是做哪个行业的 有哪些统一的指令 对吧 就事务所跟质量相关的一些 包括人财务啦 等等 对吧 一些法规啦 就天时地的人和等等方面 对吧 事务所的情况 这要知己 还有执笔 就是 快适事务所业务的性质和具体情况 包括 快适事务所执行业务的类型 做的是上市公司业务呢 还是其他公司的业务 对吧 是通用目的的审计 还是特殊目的的审计等等 和出局报告的类型 对吧 这个保证程度高还是低等等 第二点 业务执行对象的实体类型 它是不是上市公司 对吧 接下来还有动态调整 了解了自己 了解了客户的情况 那这个所跟客户之间 有哪些是已经满足了 是可以开展业务 哪些方面还差一些 对吧 那制度啦规范啦等等方面 要改动态调整 要彼此适应 对吧 所以事务所应当识别 这个事务所 就是自己这一方面 或者其业维就是 知己知彼的比方 它的性质和具体情况 可能发生的变化 可能导致不适应 对吧 如果识别是变化 应当考虑调整之前 实施的风险评估的结果 适当的采取应对措施 调整你的措施 那这个事务部 就应该是找到 还有这些 能不能识订 进入变化 最后的事务会